中式演习 围绕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 应对危机的组织协同 提高共同应对新挑战新威胁的能力 主要演练战略磋商与战役筹划 兵力投送与展开 实施交战三个训练问题 演习地域跨越两国陆海空域 参演军兵种齐全 演练科目较多 其中演习的第三阶段实施交战及时兵演练阶段 主要是通过演练海上封锁作战 两棲登陆作战 强制隔离作战三个战术行动科目 集中体现中国两军在统一的战略决心和战役指挥下 实施联合作战行动的共同意志和决心 据介绍 参加士兵演练的中方参演部队根据需要 从6月份开始进入演习场地 到7月中旬 中方参演的陆军 海军舰艇部队和陆战队 空军航空兵和空降兵 全部到达演习场地 机场和码头 并有针对性地展开了训练和单方演练 从8月9号开始 俄罗斯参加士兵演练的部队也开始陆续抵达中国山东半岛及其附近海域 其中包括有俄罗斯空降兵第76师 海军陆战队第55师和空军航空兵 太平洋舰队部分官兵 以及1276运输机 1278空中加油机 A50空中预警机 苏两自前线轰炸机 苏两期尖击机 大型反舰舰 驱逐舰 大型登陆舰 救生托船 后勤支援舰艇和散兵步战车等装备 8月14 15 16号 中国双方参演部队按照演练实施交战阶段三个战术行动课目的要求 在中国山东半岛及其附近海域进行了第一次中国双方共同组织的合练 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合军事演习 中国双方参演总兵力近万人 中方参演兵力7000多人 经过5个月的紧张施工 耗资1亿5千万的西藏拉萨布达拉宫广场改扩建工程今天继续 这是布达拉宫广场改扩建工程 今天继续 这是布达拉宫广场改扩建工程 这是布达拉宫广场改扩建工程 参加今次预演的包括中俄的空港兵 及俄罗斯多克的运输机和轟炸机等